为了它的正常操作是需要很多的理机制的 我们也是为了回馈客户对我们的这个支持 在这个太阳非常炙热的情况下来到我们客户家中 好这个稻草所裹住的就是我们的管子 从我们现在这个角度是看上去的话 这样子慢慢往前看 是可以看到我们刚刚所在的那个水渠的位置的 这样子看的话也可以看出我们这个地形确实是比较的陡 而且这个山路非常的复杂 我们的托泵啊左弯右弯左绕右绕才能绕的那地方去 但是这个丝毫不会影响我们这个托泵就是工作的情况 而且它完全征服了这样的工地 可以看到吗 这边还绕了一个弯我得再上去一下 好这边这个弯转过之后 才到了刚刚那个水区的弯头的地方 非常非常的陡 这个路也是极不好走的 像什么天梦啊之类的呀 是不可能达到这种农村这种地方 因为刚刚像我们进来的话 都是很窄很窄的山路 从这个坟墓上面去 是一个水平 然后再直接把管就85度接上去 这个管的话有120多米长 到时候打那个水渠的时候 可能管道还会再加长 好的这就是我们混凝土搅拌托泵 在上阳市 稍等 中文字幕——YK